各位乡亲大家好 今天呢我看好多加州的家长啊 都很郁闷 因为加州州立大学系列的二十几所学校 现在已经公布了 下学期不会开课 就是今年啊不会复课 中小学应该也是一样 然后加大系统啊 就是加州大学系统 因为它不是刚才那个州立大学系统 就加州大学这个这些分校 应该也是同样的决定 就是大学不会开课 就加州的登记失业率啊 就申请失业金的 应该也是创了记录了 所以加州啊联合其他的几个州 要向联邦啊申请资助 因为没有钱了 申请失业补助的人太多 这两个事啊 中间是有关联的啊 这为什么不能复课呢 就是因为没把握 复课呢可能会引起啊 群聚性的感染 这个责任太大 谁也担不起 比起这个学校啊 学业啊 课业 孩子的命啊 是最重要的 这个宇宙 这个世界 都没有人能担得起这样的责任 所以没有办法 其实复工呢 也是同样的问题 已经复工的那些企业 或者商店 生意啊 确实是真是不咋地 只能说用惨淡来形容 全美其实也差不多 只有集个别的 很少的一些行业 一些经营者啊 生意还凑合 大部分已经复工 开业的都不行 美国疾控中心的负责人 就是那个福奇 在参议院作证 听证会上作证 就讲的是 这个疫苗研制啊 可能不会这么顺利 因为这个瘟疫 这个病毒 已经出现了严重的变异 现在已经分离出来很多 很多种这个变异的这个毒株 也就意味着 病毒 在变异 疫苗的研制 无法及时的跟进 因为疫苗需要周期 从研制好之后到 进行的小规模 到大规模的这些实验 要需要很长的一个周期 因为这个 你想快 它也快不了 研制疫苗速度 赶不上变异的速度 也就是止不上 止不上疫苗 疫苗如果止不上 就人类没有保护 缺乏保护 就是还是无法恢复到 原来正常的生活状态 还是无法聚集 出门还是害怕 消费也都无法恢复 以色列总理 那坦尼亚胡 说的可能更加的 恐怖了 他就说 如果要是全世界的 这种二次爆发 那都意味着 人类历史的终结 因为谁都知道 人类 我们是群居性的 人类的社会性 高度的社会性 才是有别于 其他物种的 一个特性 这次病毒 就把人类给打散了 就是再也回不到 原来的 正常的秩序中去了 就意味着 经济都无法恢复 很多进程都中断 就刚才说学校 大学 你上网课 中小学 也都上网课 也就是我们不在乎 孩子的学业 但有更多的事 你不在乎 不代表不发生 很多正常的链条 都无法启动 那人类 到底面临 怎么样一个结局呢 与此同时 美国的政局 也是很诡异 奥巴马公然的 指控他的前任 我得说反过来了 就是川普 指责他的前任 奥巴马 因为刚才我看了 这个标题了 说是他这个叛国 因为奥巴马滥用权力 搞这个政变 其实这个政变 最早的 我们知道的是 FBI的 高级的情报官 反间谍部门的 应该是 他呢 跟他的女友 据说是吧 俩都是特工 都是挺高阶的 就到处串联 先搞一次 为随政变 搞一次政变 把川普拿下 因为他们觉得 川普有问题 奥巴马 现在 也证明是 参与了 卷入了 拜登 基本上也跑不了 这个情况 非常的严重 就像我们早期 给大家讲的 美国 真是可能会面临 从来没有遇到过的 宪政危机 你看这大选快到了 看现在这个双方 这个架势 大选 也可能到时候 只是能退居其次了 还有更激烈的 这个斗争 中共呢 这个局面 现在也好 不知道哪去 就是抓孙力军之后 就说孟建柱也被抓了 然后这个北京的公安 上海的公安 从各地的 也都被抓了不少 到底是怎么回事 外界也不知道 你只能说他不稳定 就是现在有说 陈良宇被释放了 提前释放 你还没刑满 这是一种 怎么一个架势呢 陈良宇放出来 提前释放 代表什么风声的 最有意思的是 把这个辽宁号的 研制的总指挥 就是中传重工的 党委书记 董事长 把他给抓了 昨天 把他给抓了 是不是为了追究 辽宁号研制的失败呢 辽宁号现在成了一个 这个烟雾制造机 他知道军队里 全世界的军队 可能都有那烟雾弹 辽宁号可能就是 一个大号的烟雾弹 走到哪儿 就是放黑烟 生怕别人不知道 他在哪儿 真是有意思的 现在把这个 研制总指挥给抓了 还有更多的消息 就是中共在南海 据说是要 八月份要搞军事演习 有说可能要 要去打东沙群岛 就是太平岛什么 原来现在不是控制在 台湾手里吗 他们可能会去打那个地方 有美军在南海方向 也是频频出动 5月11号呢 那就两个消息 一个是 习近平去 参观云钢石窟 也参观 大同云州区 有个叫有机黄花的 种植基地 另外一个消息就是 5月11号 中共的海事局 发布了一则启示 就是从5月14号开始 到7月31号 在唐山港的 京唐港区 就是北纬39度25分 东京119度10分 以这个中心点 向东向南 25公里 这个要搞军事演习 要进行实弹射击 就是大家要注意着 要绕开这一块 挺危险的 这俩消息 我觉得也都有联系 因为昨天有期会员节目 没有对外讲的 就讲了不少 关于习近平最近的 行踪的诡异之处 给大家解释解释 因为内外交困之际 领导人的 中共的领导人 他的行踪 有什么含义呢 给大家做了一番解读 因为这种信息 在中共之前 文革时期 老毛去哪了 干什么了 他都是代表着某种宣示 一种态度的 宣示一种信息的释放 因为会影响 就证据 所以当时研究 老毛的行踪 不只是中国人 但是这是代表 政治风向的 就是蛛丝把剂 但是一定要 要把它研究个套 他判定你朝哪压保 千万别犯路线性错误 即使是美国 包括苏联 这些世界上 这些情报机构 他们也是在认真的解读 往往还确实是那么回事 因为对于党魁 他们的最高领导人 他出门不是小动静 去哪干什么 说什么 见谁 那都是有深刻的居心 要想传递某种信息的 就从后来 所谓的改革开放以来 这个学问慢慢的就淡了 因为你搞不明白 除了一些 看人民日报的排名 或者出席会议的 重要会议的 那些上不上新闻联播 或者怎么样的 这方面就逐渐淡了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历史上 消失了好几次 那当然都说是政变了 不行了 下台了 完蛋了 他最后又都活蹦乱跳 又冒出来了 你从新闻联播上 看这些东西 好像从那露面的频率上讲 已经搞不出什么东西来了 我那给大家讲的就是说 他去哪 在某些 某个时间出现的某个地点 讲了什么主题的东西 他其实还有重大的意义的 尤其眼下 全世界都陷于动荡 陷于恐慌 陷于迷茫 都不知道 一个国家不知道 国家往哪去 世界不知道 世界往哪去 家庭也不知道 家庭往哪去 谁都不知道 这是人类史上可能 现代文明以来 是第一次遇见的 这样一个 难以辨别的情况 全世界都陷在迷雾中 所以我要给大家讲的 就是这些 有重要的含义 首先向习近平去 大同 大同这个地方叫什么 叫做云中 古时候叫做云中 他是宣言皇帝 在这立了一个 人类社会的 模范制度的一个实验区 所以叫云中大同 他去的这个实验点 就是5月11号 5月11号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 一个一个节骨眼 511是戊虚 这是什么 这是天狼星消失的那一天 就是经过70天的消失之后 7月19号 他还会再次显现 这是埃及立法的新年的第一天 这是非常重要 天狼星就是创世纪 就讲上帝说 上帝说要有光 在前面那句话 就是上帝的灵在 在富户基础 就是然后上 然后说上帝说要有光 光就出来了 全天最亮 天狼星 然后十二生肖里 唯一的能飞的鸟 就是鸡 把它孵出来的 孵出来这个蛋 然后这个蛋呢 孵出来天狼星 全天最亮 然后天狼星大指导 代表狗 在中国 代表狗 然后这 这就是我们之前讲过 圣经的这个神 God G.O.D. 反过来就 D.O.G. 就是狗 D.O.G. 就是狗 这个都是人类 历史的这个最终极秘密的 这个解码的钥匙 我们 不在这儿 今天不在这儿展开了 只是大概的讲一讲 就是 大同这个地方 就是一种 代表一种 宣言皇帝 人为出祖 中国人的人文出祖 发明八卦的 他设计的一个 实验区 就是一种完美的制度 这个完美的制度呢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有皇帝的梦 就皇帝 他原来 就是皇帝 这个宣言皇帝 就是当皇帝之后 管理天下 经过了两个十五年 就是国家呢 越管越乱 把他累得心力交瘁 好像吃力不讨好 就 就 就有点这个 郁闷了 有点小郁闷 小胶着 后来他就闭关了 你就说 你们谁别找我 我要闭关了 我要想一想这个事 然后就做了一个梦 叫华旭梦 这个华旭梦呢 就是什么 就他梦到做梦 回到了华旭国 为什么华旭国呢 有中国的这个 造物神话 就是女娲造人了 造人之后 等到有了社会 有了国家 那个时候呢 最早的一个人 是谁 是华旭氏 华旭氏 生了福西 和女娲 也就是这个次序呢 就是最早的 其实就是华旭氏 华旭氏 生了福西和女娲 女娲又造了人 意思说 女娲造人 是人文出祖 人文出祖 但是华旭氏还是他妈 就是皇帝呢 做梦就梦到了 真正的人文 人的这个 母亲啊 祖先 就是华旭国 他发现在华旭国里啊 有个特点啊 叫国无率长 就第一句话 特点 什么叫率长 这国家没有头 没有领导人 没有率领大家的 也没有所谓的 这个 长者大人啊 就是这个 没有头 一话说起来 没有头 国无率长 然后呢 大家都也都不贪 也知道礼节 然后技术科技 都很发达 出门啊 走这个高山大串 如履平地 哈哈 基本上就是无为而至 没头吧 没头没人管吧 大家都自觉的 就是也没有这个 尔虞我诈 完全的是一种天真的状态 其实就是伊甸园里 咱们说伊甸园 上帝涉及最初的造人的那个状态 上帝赋予 赋予人啊 管理什么山林土地啊 管理这个 管理动物啊 赋予了一堆权力 就是没有赋予他管理 管人的权力啊 就是这华语国的本相 然后简单说吧 皇帝梦醒了之后 哎呀 说哎呀 我知之意 我德之意 我知道这个国家怎么治 我知道这个治国大道了 然后呢 就开始了 就是叫无为而至 按皇宇国这个模式来 来来来管理 经过28年 天下大治 然后皇帝就 在守阳山筑铜啊 炼铜啊 炼铜筑顶 顶城 天上有 有这个龙 有龙来接 接皇帝 所以皇帝呢 算是说古代皇帝成仙的 是唯一的一个啊 他是肉身成 肉身成圣了啊 就是被天上来的龙接走了 然后留下他的衣服和弓箭啊 就是那个大弓啊 一把大弓 也就是 风声演义了呀 哪吒 在陈堂关楼上看见了 宣伟皇帝留下来的弓 镇天剑 然后射了一剑 就这么瞎射了一剑 射死了这个 十几娘娘的弟子 采云童子 引发了三界神仙大战 这都是有关联的啊 这都有关联的 推背图竟然会讲 叫卑躬之人 其实都有关系的 这个意思就是说 皇帝做的这个梦 华旭梦 那是 上古时期 就是人类 原始的状态 应该那个平等的状态 国务率长嘛 这个国家是没有头的 为什么没有头 因为所有人都是头啊 都是主 其实就美国 咱们就说西方的 现在的这个 民主的这个 基本的原则啊 就人人是主 政府只是受委托 一个管理 得到授权 进行一些管理服务 它是这样一个理念 所以大同和云中呢 就是皇帝 宣传皇家 在设的一个实验区 大同什么意思啊 天下大同的前提是云中 就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 等到这个云计算啊 网络啊 云覆盖 整个地球的时候 人人具备了 做主的权利 就通过你的终端 你的这个云账户 通过这个网络 全世界不管七十亿人 八十亿人 还是三亿人 五亿人 七亿人 你都每个每个人都可以通过你的手机终端 那在 只要你只要在这个地球上啊 你都可以行使你那个 你那个 你那个决定权 你可以投票决定什么 而不是只仅仅是投票 选一个总统 选一个什么领导人 来领导我们 尤其不可能出现像中共一样的啊 要为人民 为人服务成了什么 让人民为他服务啊 为人民做主 成了什么 成了他成了主 老板也成了奴了 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 所以习近平在那个点上 五亚一这一天啊 去这个云中啊 去这个大同 然后看云冈石窟 大家知道佛教啊 佛教这个云冈 讲究的讲的 其实最早讲的 我们知道就是这个楞严经啊 最早讲 我们讲楞严经 楞严经讲的就是 佛祖解释人的七苦的由来啊 就是生老病死啊 愿赠慧爱别离求不得 这些苦子 包括这个人的轮回啊 一次次轮回 是因为什么原因啊 因为人迷失了本相 什么叫迷失本相 因为本相 本相庄严 每个人都是神啊 迷失了神 外表到内心都 都堕落了啊 本来面目沉浸 一切良真失丧 然后呢 产生了不平等 产生不平等之后 又是就有了七苦 就有了轮回 有了业力 一世一世的 所以成佛 你摆脱这些七苦 就是要恢复本相 恢复本相 认识到本相 就人人能成佛 人能成佛 也就是人人都是平等的啊 人人都是高贵的 他是这样一个意思啊 这个 也就是说 在这儿有很多个含义啊 就怎么咱们怎么讲 就是说 因为5月11号 就前一天 正好5月10号 正好是母亲节 他去了 这习近平去哪儿 去这个 大同云州区啊 这个云州区 这个有机黄花种植啊 种植园 大同黄花呀 黄花菜啊 是很有名的 他记录这黄花菜 是有含义的啊 这黄花菜啊 它叫做宣草 一个草在头下面 一个宣传的宣 也就是这个宣草 它的 它象征象征母亲 我们中国文化的 有两个象征 一个叫春庭 春树的 这个 这个 庭院啊 就春庭 象征父亲 然后这个宣堂啊 就宣草之堂 就象征母亲 就他代表 叫宣思啊 就是思念母亲 就是母亲节 是这个确实是有关联的啊 确实 5月10号母亲节 他5月11号就到那 去这个有机 有机黄花种植园 大同 大同黄花特别有名 就是 罪念母亲之恩啊 罪念母亲之恩 就是云中啊 云中 他有一个含义 就大同这个地方 因为他是西北 因为习近平他知道 前段时间 他是我们讲的 讲绿水青山 他去了是浙江 就是东南 天下的东南 就女娲补天啊 女娲造人之后啊 就那时候 这个贡公寺啊 以这个怒住不周山啊 把这个天柱折 把天柱给撞蛇了 撞蛇之后 就是 天不满 这个西北 地不满东南 就天清西北 地县东南 就云彩啊 朝这个西北集中 星辰都朝西北集中 然后水呢 朝这个东南流 红楼梦说 开篇就讲 就是当日地县东南 就是指的是女娲补天 那个时候 女娲补天 然后 就指住了天上 这个窟窿 就拿石头 练乌菜石嘛 补天 他才又再次 拯救了人类 又重新立了 这个天柱 也就是西北 是这个云彩 集中的地方 然后云下雨 朝东南流 西北呢 就是旭味 东南是尘味 旭呢 就是犬 当然 在黄道里 他在石宜 就代表水瓶座 正好是银河 天河的那个 代表流出那个水 然后就 就是这个 在这儿 你可以说 种这个黄花 这个黄花 就代表母亲 代表这个女娲 代表人类 所有人类的 原始的一个母亲 就是女娲 女娲再次拯救人类 就在这儿补天 都是有对应的 就这个115和511 一切都是有含义的 一切都是含义的 同时呢 就说在东海 就是这个唐山 唐山这个京堂岗 进行演习 就是实弹演习 这个地方是大有讲究的 首先这个京度 就是纬度吧 39度25分 我们之前说过多次了 就是这个3925 排成排列好 它相加的产生 这个1114和58 或者514和811 所以这次演习呢 就是从5月14号开始 5月14号开始 它就是这个3925排起来之后 循环相加产生的数 114 1114和58 或者514 或者511 814 这个就是这四个数 这个四个数 就是创世之数 大家知道 创世之数 在这儿呢 你看那个圣彼得啊 那就确定 这个公元纪年的 用这个几个数来表 比如说 AD BC AD的公元后 BC是公元前 这是彼得创立的 区分公元前 公元后 就主前和主后 主降临之前 和主基督之后 基督降临之后 我们叫公元 公元这个纪年 从这儿开始分界 就圣彼得 他推算的创世纪的日子 就是公元前 3952年 3月18日 他知道女娲 有两个诞辰啊 一大多数都过 他3月15的诞辰 在河北 邯郸社县 叫蛙皇宫 也是女娲恋 是补天这个地方 他呢 这个有个诞辰 是3月18 是3月18 就两个日子 3月15的 这个黄道的 这个 就说这个 白道的360度 圆周360度的 第75度 就是3月15 倒过来75度 就是10月16 3月18呢 是黄道365度 是吧 一度一天 第77天 3月18 反过来 还是10月16 还是10月16 就是习近平在 他刚上任 2012年 11月29号 当天呢 是农历的10月16 在这一天 在国家博物馆 国家博物馆 博物馆讲什么 博物馆讲古代史的 讲文物的啊 就是 这个中国的历史啊 就是讲这个东西的 他第一次讲 他的中国梦 这个中国梦呢 其实跟华旭啊 华旭梦 皇帝 皇帝 宣安皇帝 做的这个华旭梦啊 都是有关联的 都是有关联的 就是说 在东海进行这个 其实不是东海 博海湾了啊 就是唐山 这个京堂港啊 搞这个39度 25分 这纬度 大家觉得这是巧合吗 因为他跟他日子 三角五相加 产生514和821 所以他就 5月14号开始 进行这个 进行这个 时代演习啊 划进一个禁区 这些都是有关联的 啊 跟大家讲 讲这个确实 都是有关联的 因为时间关系 我不在这 就太复杂的演算 有时 唐山这个地名 一般说到唐山 就知道唐山大地震 1976年7月28号 在大地震 据外国分析 应该是死了六十几万 但中国对外公布的 是就是死了二十几万 死了二十几 二十四万 重伤了啊 可能十几万 但据说 唐山当时一百多万人口 基本上灭了差不多了 没活下多少健康的人来 就轻伤的都不多 大部分都 死的 死的比较多 因为他前后 这个大地震啊 加渔震 两次大的渔震啊 都在七级左右啊 基本上死 那时候呢 访问质量是非常差的 就是非常深重的一个 一个灾难就发生了唐山 他知道文革呀 就是所谓中国的这个文化大革命啊 文革 据说起源1966年 1966年一场大地震 就邢台大地震 然后经过十年之后 1976年唐山大地震 这两次地震 就是大地震 然后文革算结束了 浩劫结束了 经过一个时代 就十年 这俩其实有关联 为什么 唐山地震 唐山这个地名 它这哪来的吗 唐山 按这个 一般的说法 就唐山这个地 唐山 现在有一个 有个小山啊 叫做大城山 就当年啊 唐太宗李世民 去征这个 征高丽 征高丽 经过这个地方 经过这个地方 就在这驻军 所以后来就改名叫 叫唐山 以唐 以唐朝国号来命名 叫唐山 其实当时只是个小镇 非常的小 它历史上 它很很晚 很晚才叫做唐山 后来它有唐山市 才有什么唐山 这个唐山地区 或者一类的 很很晚 它最早的唐山是哪呢 是就是说 邢台大地震的 震中地带 就是龙瑶 龙瑶巨路 龙瑶巨路交界 这个地方是 邢台大地震的核心 是在那个地方 是在那个地方大地震的 1966年 3月8号5点29分 发生这个大地震 这个地方呢 原来它叫做唐山 它之前叫做 叫做瑶山 这是两个县 一个叫 这个龙平 一个叫瑶山 主要叫瑶山 就是唐祖陵所在 就是李世民的祖先 就唐朝 就发源这个地方 李世民祖先在这 就见了唐祖陵 我们给大家讲过 唐祖陵那个碑 大唐观一寺 大唐地灵 观一寺 大佛唐之碑 给大家讲 跟警教的关系 我们刚讲过 时间不久 刚讲过 这个地方就是 他因为什么 因为瑶山 这个地方之前是瑶 就是瑶顺善让的地方 就是瑶的封地 瑶被他父亲封为唐侯 就是这个地方叫做 其实叫做 跟唐有关 唐朝的国号 就根据这个来的 因为李渊 他祖先被 他父亲 李虎 就是唐景帝 追封的唐景帝 被封为 当时被朝廷封为 唐国公 李渊一生下来 几岁 父亲要去世 他继承了这个 唐国公的爵位 后来呢 建立了唐朝 全世界的唐人街 你说唐朝 一个唐一个汉 唐人街比汉人 可能更有名 一说唐人街 大都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这个地方 跟唐有关 跟瑶有关 他到那个 金朝的时候 金世宗 金世宗 他为了 金世宗的父亲 叫完颜宗瑶 就是这个 就是刚才讲的 瑶山这个瑶 就是瑶顺山 让这个瑶 他为了给他父亲 避讳 他就把这个地 瑶山这个地名 改了 改成叫唐山 为什么要改唐山 因为这个地方 因为这个地方 原来是瑶的 瑶被封为唐 唐侯 是吧 里面也叫做唐国公 是他的老家 所以金世宗 就把他分 就把他改名 叫唐山 一直叫到民国 叫到民国 那个时候呢 唐山因为有开张 矿物局 已经发展起来了 所以要建市 也建市 不知道谁 哪个人 抽着了 他不叫 开鸾市 也不叫开平市 他叫唐山市 那时候又叫唐山镇 但是镇 规模也不大 他叫唐山市 但为了 都是属于河北省 为了 因为两个地名 都一样了 没法弄了 他当时呢 就民国的时候 就把这个唐山 就是一个 我刚才说 龙瑶这个唐山 唐山县 把它改名 改回来了 叫瑶山县 瑶山县 等到中共 建政之后呢 把这个龙平和瑶山 合在一起 叫做龙瑶县 唐祖灵呢 今天就位于这个地位 位置 1966年 形态大地震 就是发生在龙瑶 跟巨路交界 这个地方 巨路白寨 或者巨路叫白寨 所以这俩地名 大家知道 就形态地震 66年发生在这个地方 形态大地震 也是在这个地方 然后1976年 又发生在大地震 就因为把这个 当时把这个地名 这个唐山这个地名 给了今天的唐山 所以唐山呢 又发生了这样 更大的地震 死人更多 死了几十万人 巨路大地震 其实形态大地震 其实当时死人 也不少 有几万 唐山大地震 当时死人 就更多了 更惨了 这就属于历史 非常诡异的联系 所以今天 就中共在这 搞这样一个 画这个东西 其实你看它的设计 去 它是在渤海的内 内里 它其实并不是 直接在外海 或直接针对日本 或直接针对哪 它在渤海湾的里边 那这边是 渤海湾的两个头 一边是大连 这边是山东 山东的烟台 什么什么 锁着两个渤海口 所以唐山其实 它在内海了 渤海 只是中共的内海 它在 渤海湾的这一侧 搞这个演习病 规模其实也不大 规模其实也不大 就是所谓的 39度 25分 加这个 119度 10分 这两个 锁定的这个基准点 25公里 25公里 它其实你看 它做什么演习 25公里 其实没多大一片 也就是在 在这个地方 搞的演习 它可能就打打防空武器 打打防空炮 或搞搞什么 我估计它 舰炮应该都不会打 应该就 暗防炮应该也不会打 那个地方 是个港区 应该没有太多的 这个攻势 那叫山东长岛 那一带 和大连外海 包括那也有一些 海军基地 那个渤海内海 反而没什么海军基地 那个地方 没什么军事基地 它涉及到那个地方 就等于两个地名 一个是唐山 唐山港的京唐港区 唐山港是个老港 京唐港是个新的 为什么叫京呢 因为什么 因为它跟那个北清有关了 就当时北京首钢 签到那个地方去了 签到那个地方 要重点发展这个京唐港 这些都是有关系的 大家知道 都是有关系的 京的这个地名 其实就是这个同样 京这个地名 可以说京 这个地名 跟那个什么 跟刚才讲云岗 其实这俩地名 含意思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 都是个绿水青山的意思 就是奔奔石的意思 就是水 然后围着山 水围着山 因为我昨天 在这会员节目 特意讲 这个习近平去云岗 他跟红楼梦之间的关系 红楼梦之间 红楼梦 你大家知道 里边有一个很神秘的人物 叫做冯子英 冯子英 他父亲叫做神武将军冯唐 为什么要讲冯唐呢 因为冯唐 他确实历史上 有那么一个人物 就是汉文帝的时候 冯唐呢 很有才华 但是他一直在很老 一直在很老 才被汉文帝任命为云中太守 才被启用 但是已经很老了 头发都白了 就过着他的壮年盛年的时候 都是留下了一个典故 风唐一老 离广难封 王博写 藤王阁序 其实很多研究 红楼梦都知道 红楼梦里大量的引用了 藤王阁序的 有一些诗啊 或者什么东西 或者意境 或者包括这个名字 有人都搞不明白为什么 因为确实这个 红楼梦大量出现 这个藤王阁序 但这是说的 风唐一老 离广难封 就是这个藤王阁序 王博写的 这里确实有关系 就是跟这个唐有关系 大家明白 这个唐有关系 所以更说这个唐山岗 红楼梦里讲这个 风子英 就是神武将军 大家叫神武 神知道什么意思 武是 足迹的意思 武是神的足迹的意思 就神武将军 风唐 就是这个 云中 大同 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 昨天在会员节目里 特也讲到了 讲到了 跟这个红楼梦里讲到 一个谜团 就是风子英 告诉大家 他去这个铁围山 打猎去了 跟着他的父亲 这个风唐 跟还有其他的什么 王爷将军 带着弓箭 带着马 跑到这个铁围山 打猎去了 然后鹰 那个被鹰 鹰翅子撩 脸上撩 撩了一翅子 脸上搞轻了一块 搞轻了一块 就打猎去 带着武器去的 其实古代的这个 军王啊 将军他们 打猎啊 其实都有这个 演习的意思 古代啊 叫攻马贤手 是吧 排兵步阵 所以在和平时期啊 打猎就是军事演习 你可以就说 时代演习 那是当然时代演习了 所以今天啊 同时啊 就是中共啊 要搞这么一出 要在京堂港 搞这么一次 画这个时代演习 画这个东西 然后特殊选的这个位置 就是创世纪这个数 3925 然后514 其实都是有关联的 其实就是眼下这个形式 眼下这个形式 就世界 就纷乱嘈杂 各国 都是一 一本难念的经 滚滚滚 滚滚 不要 点滚 点滚